我遇到了一个空前奇怪的人 上周我去了一个小众的避暑地 当时房车不多 就无量 我隔壁车位的一位车友非常奇怪 在几天的注射当中 我没有看见他与我们和其他车友聊过天 都是独来独往 后来我得知这位车友叫球蒂 40岁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更不和车友聊天 基本上属于那种三部车友 我非常好奇 试图和他打招呼 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好 他只是看了我一眼 点点头算是回应 然后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球蒂动手能力不错 车上的东西都是自己改装的 什么设备坏了也是自己解决 因此他随身带了很多的工具 据车友讲 有时想用他的工具借一借 但是没人敢开口 据说他每次都要收费 我也不知道车友讲的是不是真的 想试一试 于是有一天我到他车门口 开口借一个电动扳手 我以为他不会理我 没想到他拿出了一个电动扳手给我 我刚想伸手去拿 他开口说话了 对我说 一个小时50块钱 我马上答应了 其实我并不是要用电动扳手 只是事实 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 借东西要收钱 我将电动扳手放在房车上 过了大概40分钟 我拿去还给球蒂 球蒂果真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收款码 对我说 40分钟 不足一个小时 按一个小时算 我便扫了50块钱给他 从那以后 我每次看见他 他都会用眼睛看着我 我对他点点头 他也回应 有一天晚上 一个车友过生日 做了好多菜 要求我们一起去吃饭 除了球蒂之外 其他车友均参加了当天的生日晚宴 车友们有缩有笑 边吃边唱歌 没见球蒂有什么反应 大概晚上11点 车友们一起帮手 检查 收拾东西 然后回到自己车上休息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球蒂的车 发现车门紧关着 好像睡着了 当时我十分好奇 心想 这么吵 他怎么能也睡着了呢 为此 我对球蒂这位车友 十分上心 回来之后 我特意问了一下 学心理学的朋友 他告诉我 像球蒂这样的三部人员 现在很多了 球蒂属于内向的人 注重内心世界 更喜欢独立思考 独处和专注自己的事 不喜欢没有必要的社交活动 重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而不是外在的社交地位和名声 我觉得这样的人也不错 不会被他人所左右 活得自在 大家见过这样的人吗 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